各位員好 有沒有接到他的陳情 有沒有接到我們可能要再確認一下 因為這件事情不是今天才報出來的 這件事情也已經好幾天了 那如果到現在衛福部對這件事情 都還用這種敷衍的態度 會讓人家覺得不夠積極 因為我們衛福部很多食安的把關 今天講的虐嬰的事件 超收的事件等等 都需要吹哨者 因為在這個疫情的當下 有這樣子的吹哨者 我們不僅沒有辦法保護他們 沒有辦法給他們任何的鼓勵獎勵 甚至還一副事不關己的態度 讓他成為這個 受害者變成弱勢 那大家會問你衛福部要怎麼去執行 你其他食安、虐嬰這些把關 怎麼去保護吹哨者 以後誰敢當吹哨者 所以發生這件事情 我們的衛福部、我們的教育部 我們相關的單位 都應該出來當吹哨者的靠山 可是我沒有看到政府 有這樣子勇於認識的態度 而是到現在還一副 就這件事情 我們不知道他是跟媒體爆料 不是跟我們今天莊仁祥是這樣講的 是跟媒體爆料 所以不是跟我們衛生機關爆料 所以不符合我們吹哨者保護條款 用這種態度來面對吹哨者 誰還敢當吹哨者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次長 衛福部對這件事情 到底是站在一個什麼樣的態度 跟委員報告 有關這個員工應該 他仍然是適用勞基法的員工 所以在勞基法的相關規定 還有勞資爭議裡面 不要把事情就推給勞動 因為很多事情吹哨者都是勞工 大部分都是勞工 他要去吹哨這個集團裡面 有這些違法的情形的時候 各部會主管機關也應該要跳出來協助 而不是說 哎呀你勞動部趕快去處理 你勞動局地方縣市政府你去基查等等 因為這樣子對吹哨者來講 我今天舉發了這些實案的問題 我舉發了操受問題 誰來保護我現在問題就是啊 我幫你政府做事 幫你把疫情控制好 把這個六次趴趴走的勞董揪出來之後 人家財大氣出啊 用各種霸凌的方式到處張貼廣告 讓這個吹哨者成為心理壓力 可是求助無門他不知道要問誰啊 等到事發之後再說 你去找勞動部勞動局 幫你看看有什麼可以協助你的 這叫什麼吹哨者保護 衛福部口口聲聲告訴我們說 你們要建立吹哨者保護制度 你們要推行這個吹哨者 鼓勵大家當吹哨者 吹哨了之後呢 然後你們做什麼事 你們怎麼保護我們的吹哨者 這個部分我們會進一步了解啦 不過對於那個吹哨揭 到現在連吹哨跟衛福部陳情 你們都還一副事不關己說 不知道沒收到 那這種態度是你們在面對 陳情人吹哨者的態度嗎 如果有收到 到現在你們還沒有查清楚 到底這件事你們是怎麼處理的 那你們對得起這些吹哨者嗎 我們會積極來 你們如何處罰康軒老董 資料拿來的 不是吹哨者給的嗎 不是吹哨者去爆料的嗎 這個媒體一揭露之後 我們就有左手去要求調查 然後進一步 那麼按照我們傳染病房 但是重點是這個吹哨者到現在 被逼迫離職到現在 也說他有跟衛福部陳情 那衛福部到底要怎麼樣去保護 我覺得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因為這個疫情顯然還會繼續 那請問其他的員工 要不要繼續當吹哨者 其他人在看我們怎麼處理這件事情 如果你這件事情處理不好 你告訴我你未來疫情如何把關 你食安如何把關 你如何要大家去當吹哨者 這件事情就是一個具體的一個縮影啊 如果你在這件事情處理不好 誰敢當吹哨者 所以我希望我們的相關部會 不要用這種事不關己的態度 好你勞工你離職了 你再去尋求相關的勞資協調 我們勞動局你再慢慢去申訴 這種態度誰敢當吹哨者 你政府就是要有擔當啊 第一時間人家也跟你衛福部陳情 也當吹哨者 所以衛福部顯然一副不甘我們的事 我覺得這種心態跟態度 未來我們所擔心的食安跟虐因這些事情 沒有辦法讓人民安心 所以我希望衛福部好好做這件事情 能夠去改進 時間暫停